我没有做美妆博主之前 经常会跟我身边的贵妇啊 同事啊 同学啊 安利国货彩妆 我最经常听到的话就是 这个是你入股的吗 这个是你朋友做的吗 这么便宜你也敢用啊 毕竟是上脸的东西 它肯定是用大牌啊 我每次都要跟他们解释一遍 中国的彩妆真的已经超级厉害了 给他们一个机会吧 嗨 大家好 我是中间美妆博姆阳光 作为一个中年人 我觉得我是很有资格来聊国货彩妆 因为我不是没有用过大牌的彩妆 而推荐国货彩妆 我正是因为两者都用过 所以我才更有发言权 其实作为一个中年人 本人也算是一个中国彩妆发展的见证者 其实很小的时候 对于国货彩妆的一个理解呢 都是批发市场 三块钱一根的什么变色口红啊 还有这个五块钱一盒的什么 就是干湿两用粉啊 而且从包装到质地 真的都是不怎么好 所以追求质感的人 都会去买国外的大牌的彩妆 因为国外大牌的包装啊 使用感会更好一些 但是到了2020年了 中国的彩妆真的是超级厉害了 今天这期视频就跟大家来分享 我觉得还不错的国货彩妆 第一个就是完美日志的小细根 其实作为一个中年人呢 我真的不太会做 把全系列全部都收回来这样的事情 因为一个系列里面 往往会有一两个颜色是彩雷的 但是请看它的包装和它的质地 而且呢所有的颜色没有一个是彩雷的 所以八个颜色我全部买回来了 首先拿出一只给大家看看这个外表 是不是超级高级很像大牌的感觉 一面是白色的皮质 一面呢是金色的 这里有一个logo 如果我不说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国外的大牌对吗 你看它这个造型像不像女生高跟鞋的 那个细细长长的跟呢 我觉得像高跟鞋和口红都是女生很重要的武器 穿上漂亮的高跟鞋抹上最喜欢的口红的颜色 就是这种很自信的心理状态 我非常喜欢 我觉得高跟鞋和口红就可以带给我这种自信的状态 所以这个完美日记的新的系列呢 又叫小细根 我觉得就是很会抓女人心 而且你看一下这个细节 这个口红每一只外面都有一个这样的壳子 因为它是白色的皮质 如果说我们手上有一些护手霜啊 或者是这个包里面有一些粉底液 什么脏东西洒出来的话呢 其实这个皮的话很容易就会变色 那这个时候如果装在这样的一个白色的皮套里面呢 就可以完美的保护了 这八个颜色呢 每一个颜色都是有一种鞋子来命名的 就非常的有新意啊 那接下来我给大家手臂试色一下 大家可以截图慢慢看学你自己喜欢的颜色 也可以通过这个试色呢 看一下它的质地 通过这个手臂试色呢 你可以感觉到啊 这个产品的质地呢 是丝绒的 很显色 而且呢非常的顺滑 好啦 手臂试色之后呢 接下来时间就是真人上嘴了 这八个颜色当中呢 本人最喜欢的是258的三个颜色 258万费 二号玫瑰小羊皮 我认为是最不出错的温柔色 怎么擦都好看 薄擦的话呢 是若有四五 好像可以伪装素颜 但是却很提气色 那后擦的话就很温柔之性了 这一支我觉得上班上学都可以擦 蜜桃豆沙 我压它会大火 五号色叫做 落日罗马靴 它是一个南瓜脏菊的颜色 就很元气很元气 薄擦的话呢 很显白哦 然后后擦的话呢 就很落日晚霞的感觉 姐妹下午茶呀 孩子家长会呀 都可以擦 你就是那个娇艳 却没有攻击力的大美女 八号红五衔呢 是一个蓝调红啊 如果是你薄擦的话呢 我觉得可以显牙白 而且呢 还蛮冷艳的 你低调点的话呢 你就薄擦 但如果说你想高调一点的话 在晚宴上 大杀四方的话 你就后头 舍我其谁 女明星专用红彩色 好继续给大家推荐 我认为好的国货的彩妆 那其实这个彩糖呢 我当时拿到他们第一批产品的时候呢 他们这个官方旗舰店呢 才只有300多个粉丝 所以我是最早体验他们产品的那一批 也不能说是KOL 反正就是那批就是粉丝了 因为很多很多的90后的姑娘们 没有经历过唐义老师的时代 那个时候唐义老师的话 随便翻开杂志 就什么Vogue啊 Cosmo杂志 都有他的这个拍摄 所以他是我们那一代80后的大神 他说的彩妆当然要第一时间去支持啊 其实这瓶彩糖的第一批的这个粉底呢 我试了以后 我觉得不是很适合油皮啊 但是呢 他的包装真的太可爱了 干体可以冲一下 我觉得 你看 我今天推荐呢 就是这把刷子上这个粉底 然后呢 这个呢 是来当这个侧影 其实我有一集 get ready with me的视频当中呢 我在用这个来刷这个侧影 上面就有弹幕说到了说 竟然用的是彩糖的刷子 为什么要用彩糖的刷子呢 因为这把刷子是我认为 就是颜值做得很好 价格也是很OK 同时呢 侧影刷可以 就是很精准的修我们的大脸 其实有很多大脸的姑娘呢 都觉得少不了修容这一步 但是市面上呢 很多的修容刷都太大支了 一刷变成了张飞 再一刷就变成了 就是有落腮腹的那个大力士 所以这把呢 我觉得它比较小巧 而且呢 它抓粉力也是很强的 就是轻轻打 能够很精准地打出 我们想要的修容 而且呢 这把刷子真的是很好看 好 来说这一把刷子 这把刷子呢 我觉得它很密 然后呢 刷粉底很给力 为什么呢 因为 我其实买过很多粉底刷 就他们这边的这个毛很长 然后呢 整个刷头又很大 就你感觉这个着力很难抓到 那这个的话呢 我给大家试用一下 先在这挤人一蹦 然后呢 用这把快速打圈 打出来的这个粉 它就很容易就晕开了 而且它这个着力点就很小 因为它整个头都很小 你们懂我意思吧 就是粉头很大的话呢 看起来 每个地方都没有被照顾好 但你小小的话 就很容易被照顾好 而且各位看一下 我是手上是没有任何的 那个擦什么妆前乳之类的 天气很干 还蛮干燥的 马上就推开了 而且一点都不卡粉 所以我觉得这两把刷子 真的是 我还蛮喜欢的 我买了好几把 放在家里 放在我妈妈家 这个粉底的话呢 我觉得它缺点就是 我油皮用的有点脱 但是有一点比较好 就是它就这个地方打开 不好意思 有点脏哦 就是你偶尔出门的话呢 你就不用带什么遮瑕了 这一盘基本上会比 它里面的这个颜色呢 稍微暗那么一点点 就可以用来遮瑕 就还蛮方便的吧 好 来说下一个 这个品牌 我真的一直以为 它是个国外的品牌 因为它没有一个中文字 全是英文 好像就是很国际化 但是呢 它其实是个国产的牌子 叫做SUSI SU 是一个很久零后的名字 它是一个侧影啦 侧影是我们大脸女孩的命 对了 如果没有这个侧影的话呢 我们可能会使 就是这两块啊 然后这个鼻子修容啊 然后这脸颊的修容 都是需要的 其实我觉得最黑的那块 都可以拿来当这个发际线的 这个这个 稍微修一下都可以 它其实有四个颜色啦 就是你可以自己调 每个人的肤色不一样 然后你用在修容的地方 也是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这块 都还能够照顾到 而且呢 真的长得很好看哦 看起来就很贵重哦 这地方是这个金属的这种 就是这种感觉 我好像有一个这样的 类似的这种衣服 还有耳环 都觉得蛮酷的这个图案 好 来说下一个 小阿婷的眼线笔 其实这个眼线笔呢 我不是那么喜欢 好像打脸现场 那为什么要推呢 因为我当时把它用来 就是瞄这个上眼线 我就发现它颜色有点淡 各位看一下 就是这是我画出来的样子 就是它是那种浅浅的黑 本人是浓郁咖 我不喜欢浅浅的黑 我要很浓很浓 最好浓出就是这种 五彩斑斓的黑 懂我意思吗 就是我希望这个眼线笔 也是很浓郁很黑的 但这个的话呢 它感觉好像是压光黑 反正就是这个 冲淡了的黑的感觉 后来我就发现呢 这个眼线笔的话呢 拿来画下眼线 倒是挺好的 下眼线的话 如果我们画的很浓郁 上去的话 就很像蜘蛛趴在眼睛上 但是用小阿婷的这个呢 就是轻轻轻轻 因为它笔头还是比较尖的 轻轻的描出几根 下眼线的话呢 就不会那么的浓郁 所以我觉得还是 有它发挥的余地 而且也便宜 最后来跟各位分享的这个呢 我都觉得它可能就是 不能算是一个彩妆品 它是个生活用品 但是所有的彩妆 其实都可以用它来卸除 这个叫做棉森 它是加大加厚的吸水的洗脸精 我当时真的有很多洗脸精 我做买 然后买完以后发现 有几个女星推荐的 这个直播间买的 那个洗脸精 真的不怎么样 就太薄了 这个真的是很厚实很厚实 而且呢 它图案就很可爱 就各种各样的小兔子 小兔子都已经有点撕开了 大家就是自心想象吧 就是一只可爱的小兔子 然后呢 给它撕下来看一下 因为我是大脸 一般的这种就是洗脸精的话 我要撕好几张 我才能够把整个脸都弄干净 但是这个真的是一张就过了 就是很厚实很厚实 而且呢 不掉渣 没有棉絮 就真的还蛮好的 有的时候到外面去的话呢 我会把这个剪开 或者敷脸啊 或者是谢谢这个眼睛啊 然后就是拧干 有的时候我女儿洗完澡 我会拿个几块给她擦干 因为你到外面酒店的话 你要带自己的毛巾啊 什么的太重了 就拿这个擦干就会比较好 因为它真的是太厚了 参见太后 参见太后 真的可以冲啊 这个叫棉孙 好了 我是中国著名的长辈伯母 我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我觉得很便宜又很好用的 国货的彩妆也好啊 或者说是国货的护肤也好 然后小东西 各种各样的好玩的 可爱的 便宜的 都会给大家推荐啊 当然你有什么好的产品 想跟我分享的话呢 也可以打在公屏上 或者是给我留言 私信都可以哦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观看 再见